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足足讲了近十分钟 也就是超过了表定时间 也导致整个放烟火的行程往后演了 那么这款张一善就说了 他说是韩国瑜要他尽量发挥 还说了花这么多钱请大家来 还放了烟火 不讲多一点真的是太笨了 他还说了不要像去年台中一样 讲那一分钟实在太短 好当然了这个卢秀燕他也回应了 他说太短太长好像都不行 那干次以后这种活动 大家都不要致辞 国庆焰火收赐在云林举办 绚烈焰火点亮夜空 但焰火原定在晚上八点 释放却晚了五分钟 八点零五分才放 延误的原因是因为县长张立善 张立善到隔天都没发现 他致辞超秒 当晚七点四十三分张立善上台致辞 表定讲五分钟 四十八分时要换韩国瑜上台 但张立善过了时间还继续讲 总共讲了十分钟 向中央汇报 韩国瑜七点五十五分时上台致辞 讲了五分钟 跟表定的时间一样 交棒给总统赖清德 赖清德也是掌握在五分钟内讲完 但这时已经是八点零五分 焰火释放delay了五分钟 张立善说云林第一次办国家级大型活动 花那么多钱 当然要好好的行销云林举 所以要讲多一点讲久一点 还说去年台中办国庆焰火 就没有把握机会好好行销 台中市长卢秀燕莫名被cue到 他这么回应 网路一片在骂说 那个八点还不放 然后呢 我昨天我在想说 以后就种大了 是不是大家都不要致辞 就直接放烟火 大家还比较开心一点 去年台中国庆焰火晚会 原定八点放烟火 结果卢秀燕和当时的总统蔡英文 致辞都很短 只有一两分钟 导致焰火提早放 让很多人措手不及 没想到今年云林放国庆焰火 又没准时 让大家多等五分钟 张立善笑笑化解 说难得可以向全国宣传在地 请大家不要在意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